上午8點20分 我們要帶您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透過這個高雄的即時影像 您可以看到今天目前在高雄依舊還是下雨 主要是因為颱風為掃台的關係 所以中南部從今天開始連續三天雨神發威 真的是要小心雨淡了 而目前氣象局持續針對了幾個縣市 發佈了大雨特報還有豪雨特報 您可以看到在大雨特報的部分 包含了彰化線還有雲林線 豪雨特報的範圍則是在更往南部地區走一點 包含了嘉義縣市台南高雄還有屏東線 如果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看的會更為明顯 因為您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南的地區 今天全部都是雨區的範圍 尤其是在更往南部走一點 包含了這些紫色還有紅色的區域 真的是要多加留意雨勢的出現 同時您可以看到到了晚上 這個雨區的範圍依舊持續 主要就是因為在今天受到了西南風影響的關係 接下來的衛星雲圖看的會比較清楚一些 好目前這個八威颱風持續朝著北韓 還有中國大陸東北方的方向持續前進 目前對台灣已經沒有造成直接的影響 但是它所引進的這個西南風 西南氣流就會造成整個迎風面的中南部地區 在今天天氣很不穩定 同時也會下雨 整個降雨的範圍會來的比較廣 時間也會來的比較長 而另外到了明天整個雨區範圍會持續的擴大 包含了北部地區都可能在午後出現局部的大雨 觀眾朋友要多加留意 好到了周六開始 西南進風減落之下整個天氣狀況會比較穩定 但下這個水氣比較略少大氣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要小心的就是午後的局部雷震雨出現 不過現在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上 有一個熱擾動的發展現在大家都要持續的觀察當中 由於各國的這個預測 對它的預測來說整個路徑還有一部分的分歧 因此現在氣象局也持續的觀察當中 但是要告訴您的是 從周日開始這個熱帶擾動如果發展起來的話 持續朝著台灣的東方海面上往北前進 到時候包含了東半部地區也會下雨 不過在今天除了這個連續三天 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要特別小心雨是出現之外 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要小心的就是高溫了 因為在昨天包含了台北基隆標出的是38.5度的高溫 復原地區38.2度 在今天天氣還是非常的熱 橙色燈號幫您整理出來 包含了基隆還有雙北市 新竹線花東海地區都非常的熱 連續三天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另外黃色燈號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有桃園 苗栗還有宜蘭縣 因此在今天如果中午前後要外出 真的是要做好防曬工作 好整體說起來幫您整理出來在今天的天氣狀況 由於新南季風增強的關係 中南部地區下雨的情形比較劇烈 觀眾朋友要多小心 各地高溫炎熱因此要多補充水分 同時在今天整個台灣的周邊海域上 風浪比較大 要從事海邊活動多加留意 海上作業船隻也要多小心 投了焦點來關注到南台灣 今天清晨降下了好大雨 現在是雨勢稍微的趨緩 不過在台南有多個地區 還有一些馬路有積水的情況 我們要交給潘影文 好如果受到西南風增強的影響 那南部呢是從凌晨就開始下大雨 那儘管呢現在雨勢比較趨緩 不過呢在這個台南仁德中正路 往仁德火車站的方向呢 目前是有激淹水的這個情形 甚至呢是有這個加油站 水淹快到這個小腿度 那因為呢今天這個雨勢呢 還是沒有達到這個停班停課的這個標準 所以呢很多的這個民眾 一早還是得這個出門上班 那這個加油站這邊啊 很多的這個員工他們表示說呢 從昨天就開始下雨下到這個現在 一度呢最深是水淹80公分 說每年呢有這個強降雨之間 幾乎是逢雨必淹 可以看到這個水呢 是已經淹到這個加油島上面來 而且這個管子呢也泡在這個水中 那員工呢也在這個水裡面忙進忙出 那這種深度呢 其實機車根本沒有辦法進來加油 不過這個大車呢 人是可以試這個情況進來 但是如果底盤過地的這個轎車呢 可能會有泡雪這個風險 那這個他們說呢 這個從昨天開始下降到現在 那儘管現在水已經有點脆了 但是呢對於員工上班來說呢 還是有一點不方便 那今天呢一早呢 這個上班的車流量其實蠻大的 那也因為這個台南有多個地區的 都有出現這個積水淹水的這個情形呢 那有很多的這個路上呢 也造成這個大塞車 甚至有民眾的車呢 是半路泡水發不動 那有這個附近的這些老闆呢 也說啊他們其實從六七點的時候 就看到不少機車上班的途中呢 都是半路泡水發不動呢 然後直呼呢這個水應該是要 可以停班停課的這個等級 那不只這個台南高雄呢 包括了岡山還有這個陸竹大赦呢 其實水的這個大雨的累積雨量 都有破上百毫米 那也是呢這幾個地區呢 像是人舞橋頭大赦岡山陸竹湖內呢 都是高雄雨量比較多的這個地區 那以上是最新消息時間 鏡頭加碗棚內 帶領關係到受到 受了西南氣流的影響 台南高雄在半夜真的是雷雨交加 像是在台南永康有因為暴雨 多處的路段開始淹水 而民眾也拍下了一片 表示說這個水淹大概有20到30公分那麼高 我們交給記者杜韻傑 好 主播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那麼在永康區的中正南路 還有州宮街口 今天凌晨的時候呢 其實因為呢大雨交加 所以呢整個路面呢都淹水起來喔 大概是半個機車輪胎高 所以看可以看到呢 當時機車呢要涉水而過的時候呢 看起來是險象緩身 我們來看一段這個畫面 摩托車 喔 輪子整個都淹了 哇 民眾呢冒險是在半夜的時候呢 跑出來拍下這個淹水的場面喔 可以看到汽機車當時都必須減速慢行 就是怕會在路中間拋錨喔 那麼其實不只是這個路段喔 像是在集村飯店也有民眾 拍到這個淹水的情形 另外其實因為台南呢 凌晨下大雨雷雨交加 所以呢像是在那個天空中可以看到 有民眾也拍下這個打雷閃電的場面 看起來真的是十分的驚人喔 那麼其實呢在台南高雄呢 也因此發布了大雷雨的訊息喔 那麼南部呢像是高雄台南屏東呢 都已經雨量呢破百毫米了 因此呢也被列為淹水警戒 民眾呢真的是要小心防範 那麼以上是在台南最新情形時間 這邊交換棚內主播 我們來今天南台灣清晨凌晨都下起了大雨 甚至現在好像都還有部分的路面積水 現在氣象狀況如何我們交給玉潔 好是的徐甫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地區 其實從清晨時分就下起了大雷雨 因此現在有多處已經傳出了淹水災情 而此外呢其實不只是在仁德地區 還有永康的部分也是類似的狀況 主要是因為在今天受到整個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中南部地區從今天開始連續三天都會下大雨 雨神發威 觀眾朋友要多加留意這個雨勢的部分 好接下來透過這個畫面 我們就要告訴您氣象局目前一直持續 針對了部分地區發布了大雨還有豪雨特報 你可以看到在大雨特報的範圍包含了彰化縣還有雲林縣 好另外豪雨特報的部分則是在更往南走一點 包含了嘉義縣市還有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東縣 當然在今天整個清晨時分有部分地區 氣象局針對的部分地區發布了短暫的這個大雷雨及時特報 因此才會造成有多處地區都出現了淹水的狀況 因此要特別提醒在低洼地區的觀眾朋友要多加留意 好如果從整個定量降水圖你會看得更清楚 在今天包含了中部以南地區全部都是雨區範圍 而且這個範圍比較廣同時時間也會來的比較長 另外你可以看到包含在更往南走一點 包含這個紫色還有紅色的區域 降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而且這個情況將會持續到今天晚上 同時連續三天都要嚴防大雨出現 好如果到了明天來看整個雨區範圍還會持續擴大 包含了北台灣甚至東台灣都很容易出現雨勢的部分 緊接著透過衛星雲圖您可能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可以看到主要是受到了這個颱風八威 它目前持續朝著北韓還有中國大陸東北方的方向前進 對於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下颱風為掃台之下所帶來這個西南氣流 所以導致整個在迎風面的中南部地區都會下大雨 低洼處可得要多加留意 好如果時間來到了這個明天之後呢 明天依舊持續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整個雨區會再擴大 包含到時候北台灣甚至東半部地區 都會出現局部的大雨 觀眾朋友要多加留意 這個雨勢到底會下到什麼時候呢 其實從今天開始連續三天 一直到了星期五整個雨區都會擴大 要一直到了週六整個狀況才會減緩 因為週六的時候西南風減弱之下水氣略微減少 但是大氣的狀況還是不是很穩定 因此在午後也會有局部的大雷雨出現 另外還要告訴觀眾朋友 目前在菲律賓整個東方這個地方 有一個熱擾洞發展 由於現在各國對於它的情況呢 依舊還是不太明朗 所以氣象局目前持續觀察當中 但可以知道的是從週日開始 現在這個熱擾洞預計呢 會朝著這個台灣的東方海面上一路北上 到時候可能東台灣地區也會帶來相同的雨勢 好如果按照這個熱帶擾洞 它所未來發展的路徑來說的話 可能到時候到了週一週二之後 依舊它如果朝了北方移動 可能也會帶來相同的雨勢 而且到時候整個西南風持續的發威 可能在下個禮拜的狀況 會跟今天這個禮拜後三天比較類似 當然主要就是受到整個西南氣流的影響 因此還是要再度提醒觀眾朋友 劇烈的天氣變化之下 中南部開始今天三天都要嚴防大雨的出現 低洼地區可能會有淹水的情況出現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真的是要多加留意 接下來把時間交還給許甫 好 謝謝玉潔我們來看到 真的今天在台南地區 會來帶領關注最新消息 新科的高雄市補選市長陳其邁 原定今天上午要出席 台日農漁產品企業以及地方交流論壇 因為高雄大雨臨時取消行程 而下午原定也要出席的是民進黨中常輝 也取消了北上的行程 你想台南地區在各地從清晨開始雷雨交加 像是在仁德的保安火車站旁邊的地下道 一度淹水升達了三公尺 詳細狀況把時間交給記者杜韻傑 好的 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像是在台南仁德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因為受到西南風增強的影響 那麼在台南仁德保安路一段 保安火車站旁邊這個地下道 其實你可以看到整個水都已經灌滿了 所以水是也整個是淹到了平面的陸地上面 那麼其實當地民眾就說這個地下道 水淹就至少有三米高 非常的危險 因此你可以看到在現場警方是稍早的時候 是已經圍起了封鎖線 並且架設了這個水閘門 就是怕說這個有汽機車又誤闖到裡面會發生危險 那麼事實上當地民眾就說 因為這裡是靠近三野溪 如果這個外水這個非常的沒有辦法抽出來的話 就會導致其他地區有這個淹水的情況 因此每次遇到這個強降雨的話 就會導致這邊的地窪地區會有淹水的情形 但是不只是這個地方 那麼像是在仁德區的中正路網 或車站這個方向 其實也都是有整個淹淹水的狀況 那麼像是在這個檳榔灘裡面 其實也就是有民眾發現說 這個水有淹到這個店家裡面的情形 那麼事實上當地民眾就說 整個雨勢大概是從今天清晨五點多的時候 就已經下起來了 所以像是在五點多的時候 就有一次淹水的情形 那麼當時一度有這個雨勢比較小 所以水有退去 但是在稍早大概八點多的時候 又發生第二次因為大雨 所以又導致這個水又淹了起來 那麼整個這個水深大概有三十公分高 那麼也導致這個店家裡面真的是慘不忍度 許多的這個家具還有這些身材器具 也都是泡在水裡面 那麼以上是在仁德這邊的最新情形 時間交換彭內主播 好類似的狀況還出現在高雄 因為高雄整夜大雨不斷 在大社區24小時的累積雨量突破了200毫米 現在已經由馬路出現了泥流的狀況 詳細情況交給記者高夢有 是的我們看到高雄市長這個陳其邁呢 今天上午原本台北的行程呢 也因為大雨突然的來改變了 現在到高雄的岡山的吳甲偉的這個抽水站的視察 已經看他的最新說法 這裡趕過去長期所溫到淹水的這些狀況 所以就希望說同仁在整個訊息 或者是在這個豪大雨特報的時候 能夠特別加強這個北高雄 這個淹水的狀況來密切的注意 等一下我們這邊玩 那我也請這個同仁 然後我們一起到包括陸竹跟永安地區繼續試行 這次豪大雨你會比較特別注意到什麼 現在你有狀況會有狀況嗎 剛剛看下來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需要的改善 尤其是有先加豬瓦甲偉的地方 是不是永安陸竹為什麼會突破到這個地方 永安的問題是在北溝排水 那之前我擔任副院長跟之前擔任立委的時候 這個爭取預算大概有4億左右的預算 當然有一些工程還沒有完工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加快這個腳步 能夠把永安的淹水問題能夠一定有效的解決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吳家瑋的這個搓水站 它是我們高雄最大的搓水站 每秒大概有30CMS 我們6部的搓水機 那有兩部現在有期待更新 那這個預算 我明天到行政院院會 我會再跟我們李峰院秘書長 現在我看到這個高雄市長陳其棒 今天才是這個新街運市長第三天 就遇到這個雨淡來襲 今天呢一早就到這個高雄岡山的 吳家瑋的搓水站來視察 他也等一下會請同仁陸續到其他地區 包括永安還有陸竹大社等地區來繼續視察 因為這幾個地方是雨勢最大的 尤其是我看到在高雄的大社區的和平路二段 在早上的時候還是陸續出現了泥流的狀況 當地的居民說那邊的水溝 這幾個月來沒有人清理 因此這個水溝裡面的淤泥 已經淹到大概有八成滿 因此這個雨一下來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排泄 所以才會到處的來積水 那幸好目前還沒有這個 其實目前還沒有到這個 燕建到民宅裡頭去 那不過今天早上接近9點的時候 這個24小時的雨量統計高雄岡山 已經超過247毫米 陸續續有252毫米 大社區有206毫米 那目前告訴市長陳其邁還繼續在這個岡山來視察 以上是最新的狀況 透過一連串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高雄還有台南等地 有部分的路段都已經傳出了淹水災情 其實主要就是受到了西南氣流的影響 在今天開始中南部地區連續三天都要盛防雨淡的出現 透過這張雷達回撥圖 您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其實在彰化以南的所有地方 在今天全部都是在雨區範圍之內 氣象局其實在今天凌晨的5點到6點 還有7點到8點 分別兩次針對了台南還有高雄等部分的地區 發布的是大雷雨的即時資訊 因此這個短時的強降雨之下 造成在今天南部有部分地區整個雨勢來得又快又急 接下來告訴您在今天 整個累積雨量的分布 您可以看到在氣象局的資料到上午9點20分的統計結果 可以看到高雄露竹從今天凌晨0點鐘開始到9點20分 累積的雨量已經來到了217.5毫米 好整個前五名的累積雨量排行榜 全部都是落在高雄還有台南 在剛剛一開始告訴過您的台南仁德地區淹水狀況 甚至一度還達到3公尺 因為在今天這個雨也是下得非常的多 現在累積雨量191.5毫米 好接下來就要告訴您氣象局 現在持續針對了多個縣市 發布了大雨還有豪雨特報 大雨特報的部分您可以看到 有包含了彰化還有雲林線 至於豪雨特報的部分則是在更往南走一點 包含了嘉義縣市還有台南高雄屏東 則是發布了豪雨特報 如果接下來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 可以更明顯看得出來 在今天整個雨區的範圍 全部集中在中南部 尤其是紫色還有紅色的區塊 這個雨勢短時強降雨來得又快又急 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 好一路來到了晚上 這個雨勢依舊不會停歇 因為從今天開始連續三天 雨神發威低蛙地區 可能要慎防淹水的狀況來出現 整個在今天還有連續未來的走勢 透過衛星雲圖帶您詳細來看 好主要是受到了這個發威颱風 它目前雖然已經朝向了北韓 還有中國大陸的東北方向前進 但是這個颱風為掃台之下 所引進的西南氣流 就影響到了迎風面的中南部 因為在今天中南部天氣狀況非常的不穩定 降雨範圍非常的廣 同時時間也會來得很長 好到了明天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 因為整個雨區範圍持續的擴大 到了週四還有週五 北台灣午後也要小心局部的大雨出現 當然現在大家所觀察的 還有在這個菲律賓的海面上 有一個熱帶擾動 它現在持續發展當中 不過由於各國對於它未來的路徑的預測 意見比較分歧 因此現在氣象局持續的觀察 不過從週日還有週一開始 到時候它沿著台灣的東方海面上 一路北上而行 所以台灣的東半部到時候也會下雨 當然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在今天 整個中南部地區要盛防雨淡 因為雨神發威 觀眾朋友可得要多加留意 8號颱風8威 這回是由ACE型的路線閃過台灣 不過現在氣象專家提醒大家 在這個8威颱風後面還有一個更猛的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熱帶擾動 如果形成今年第9號颱風沒殺的話 預估將會比8威颱風來得更強 未來很有可能會循著8威的路徑 掠過台灣的東部 現在根據了歐洲還有美國的模式模擬 28號呢 菲律賓東方海面 將會有一個熱帶擾動的發展 目前路徑還不明朗 但是整個海域有助於發展 是否會形成颱風 現在還有待後續的觀察 不過氣象專家已經說了 如果這個熱帶擾動生成 今年第9號颱風沒殺的話 預估它的強度甚至會比8威來得更強 氣象局則是說 非東熱帶擾動從明後天開始就會組織發展 是否會形成颱風呢 未來動向依舊是存在不小變數 台南地區連夜大雨整個雷雨交加的 很多的市民啊 於是到了台南市長黃偉哲的臉書留言 說他怎麼還不宣布放假呢 不過對此黃偉哲他有最新說法 帶您來聽 網友很關注的這個放假的問題 那我們也會依據中央的規定 如果降雨超過300毫米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的話 造成這個上下班困擾的話 我們會適時的這個發布消息 各地的積淹水都已經退掉了 但是我們還是密切關注 因為聽說在中午以前 這個雨勢會減少 然後到傍晚的時候 還有另一波的雨勢開始